成立已经有50年历史的新竹市东元国小棒球队 过去在国内的比赛中获得许多好成绩 那么今年7月 他们应美国加州圣塔克拉拉野木少棒联盟的邀请 参加欧斯塔杯少棒友谊赛 最后勇夺冠军 在总教练蒋奇安率领下 新竹东元国小少棒队一行28人 在野木球场与同样穿着红色球衣的对手 争夺冠军 比赛正式开始前先介绍两队球员进场 双方教练团更上前握手致意 所有两队球员上场比赛 尽管双方是第一次碰面 也只是一场友谊赛 但是包括美国加州排舞协会 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 北美资讯交流协会 以及当地留学生 也自发组成了拉拉队 为来自台湾的这些小朋友们加油 我也是从新出来的 今天看到东元国小的棒球队来这里 打球比赛很开心 果然东元国小的球员们 在这五局的比赛中 几乎局局都拿下分数 最后提前以16比1大胜对手 拿下友谊赛的冠军 大会也在简单的颁奖典礼上 把金牌颁发给每一位球员 更送给每人一盒巧克力糖果 小朋友都高兴极了 这次是我第一次碰面锅 打六场比赛 我们都很开心拿下冠军 小朋友除了球技的交流之外呢 也能够和当地的球队进行比赛 然后更了解当地这边的文化 然后这次能够得到冠军呢 相信给小朋友是一个 很好的毕业礼物 这次新竹市东元国小少棒队 接受加州圣塔克拉拉 野木少棒联盟的邀请 前往美国加州参加 All Star A友谊赛 首次不美打了六场比赛 就有如此佳击 不仅全队队员感到相当光荣 赢得所有球队友谊 就连侨胞也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台湾人声谎本书 美国圣和西采访报道